CF是自由、家庭、自由企業和宗教信仰 它們是一個自由社會不可滑絕的基石 4G是指政府、族群、國家撥款和稅收 以及不相信神 它們是非自由社會的基礎 也是西方民主逐漸從自由開放 走向封閉和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元素 當一個國家拋棄4F 而開始接受4G 即是政府管制取代自由 政治性的族群定義取代自然形成的家庭 國家撥款和高稅收取代自由的企業 道德相對主義和無神論取代由普世道德標準 益俊主義有5種現代形式 從5G到4G 並且加速了這種轉變 第一種是極端女權主義 試圖抹殺人體生理的規律 而鼓吹男女完全相同的看法 一個最常見的錯誤 就是將女權主義和女性等同起來 大多數女性從來都沒有支持過女權主義 英國評論家 肯尼斯·米洛高說 女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似 都是激情和舊族心態的產物 就好像一種新的宗教運動 和引力性的熱情 從學術性來說 女權主義是粗陋的 她用複雜的詞彙 和虛偽的憤怒 裝飾她一些輕量級的梵化工作 第二種是極端的墮胎和安樂死運動 她試圖終究遠年代形成的生命 神聖性的原則 安樂死實際上是墮胎運動的延伸 有權選擇殺死一個在你身體內的生命 很容易就延伸到成人安樂死 社會主義平等性的終極形式 就是使到這種殺人倫理學 逐漸發展到消滅任何沒有價值的生命的權力 第三個是多性別運動 她包括互相有關聯的同性戀 色情物品 多妻多夫制 亂倫 和現在的變性人運動 是試圖顛覆西方對合法性伴侶在數量 性別、年齡和血緣關係這四方面的限制 支撐這個運動是天生善良理論 任何人類行為只要出自於愛 任何性行為只要雙方同意 不管性伴侶是誰 不管以什麼方式 只要不傷害到任何一方便是好的 而且不考慮對社會的影響 第四種形式是教育激進主義 要剝離家長對自己弟弟的管理和權威 現在教育極端分子已經遍佈整個西方社會 而且試圖顛覆私人家庭對弟弟的管理權 1978年 在大政府從上到下的管理和再分配的觀念迷惑下 加拿大的盧瑞爾·勒皮爾聲稱 弟弟不是家庭的弟弟 而是制度的弟弟 學校不是家庭的延伸 而家庭是學校的延伸 最後是法律激進主義 它的原因是他們想出任何使用法律手段 而不是政治方式來推翻一個自由社會中 他們所認定的昏暗的民主制度 這是一個繞過他們以前自由的立法主權 以新的司法主權取代它的進程 加拿大和很多其他民主國家 現在根據語言、性別、宗教、族裔和其他差異 以公然的法律歧視形式 給予某些特定族群的公民 比其他族群更多利益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這種平等性 你將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 如果你想要完全平等 你將需要政府的全面管制 和其他民進不同的地方 你將要做的意見 現在一直提供